你像這個 春見現意 複色紅莓 藍有為什麼喜歡 藍有就是因為喜歡它稀少 這個只有這盆 就這盆的 全世界就這盆 一般我們現在都會用這種智能的溫室到 然後我們溫度一般 藍化都在28度左右 然後溫度到了以後 它會把這個所有的工作都 風扇軸啊 水蓮會走 然後把溫度降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陽光到了 它自然這個網會拉 然後一般我們可以用手機來控制 遠端來操作 我們現在南京的蘭花產業 我們現在南京的蘭花產業 銷售主要是靠互聯網 那我們互聯網的電商有2000多戶 然後我們配合的農民 種蘭花的戶有3000多戶 然後我們面積大概有五六千畝 然後我們就是靠互聯網 剛開始是一個小小的中華蘭花網的平台 再接著就有微商 淘寶還有拼多多 後來像最近的最夯的抖音快手 然後到現在的帶貨直播 將我們南京所有的蘭花推到全國各地 台商也是有加入這一塊 對 而且台商在南京的台商 大概有30戶左右 然後也就是專業的在培植新的品種 然後讓供應這些電商 然後本身也有台商也有做電商的 把這個直播帶貨到全國各地 我們可以做電商的 感谢观看